我发现了你跟你孩子之间的交流 包括你们打电话 都是像朋友之间 对 完全没有那个爸爸妈妈 对 如果其他时候还说 妈妈我把你把马上把你关掉 会生气 可能妈妈已经妈的 对 而且你很尊重他们 因为你会试探心的问 到底可不可以 都不会太试探了一次 小心翼翼的试探 他们说不 然后你马上也没有说 那你必须什么什么的 说这种很重的词 完全就是很尊重他们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做你的孩子 就是超级幸福的那种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细节 你跟你大儿子打电话 跟小儿子打电话 不一样 不太一样 对 你为什么会那么害怕那个Lucas 因为Lucas现在是青春期跟Tunny期 是 所以他那个时间 当母亲要处理得非常到位 如果万妮说了一点点她觉得不认同的话呢 他们虽然不会跟我讲 但是她心里面已经定了我的位置 杨丽听得很愤慨 你看 生活压力也太大了 对 但是她妈妈处理不完的关系 而且你要处理三次青春期 对 他们两个真的差别很大 但是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一致的 就是 误气 误气 绝部 绝部 对 那她会不会就比如说 今天我有喜欢的女生 我也会跟你分享的那种 有 她喜欢谁 有 她 不好意思Lucas 你讲大不要看到那个节目 她可是有跟我讲过 想要同学来我们家 然后我说 那个女同学是什么样 她去 她班的女同学 我已经心里有数了 然后 然后 她就来了 然后 假装没有在乎他们做什么 然后 暗中观察 对 然后就叫老二 老二去帮我看一下他们干嘛 老二就假装 路过这样子 然后就 威胁我妈妈 他们在看书 在看书 对 对 不好意思 对 是啊 那那个Lucas 就是有没有告诉你说 她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 没有 因为我不会给他们那个机会 我只会跟他讲 Lucas 你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他说为什么 我要怎么才才可以变成一个好的 男生 我说你压力不是在这里 因为你妈妈太完美了 你妈妈太完美了 你要找一个好的女人很难 然后她就 她就会很开心 对 这还找得到吗 这该怎么找 没有 其实我在她心里有很多缺点的 对她来讲 她常常说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那么大声 因为其实我不方便跟她讲 其实我有一边耳朵是弱的 她都不知道您这一边 她都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她年纪还小 都不想要她乱想 或者心疼我这样子 但是我真的觉得博之姐好幸福 有三个儿子 三个男朋友 太幸福了 但是每个性格都不一样的要去拿 你还是比较难 我觉得博之姐是一个特别好的表率 就是我们在比如说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 总在研究说 我如果换到一个城市 我需要准备多少多少 我心里需要多大的挑战 我去年其实有想了很久要不要搬来上海 但是我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牵绊 比如说我的同事都在北京 我家人在北京 北京更熟之类的 会顾及很多 顾及很多 结果全然不像博之姐这样说来就来 我什么都没有准备 但是很坦然 所以我看到之后特别佩服 嗯